在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这一天 中共官方报告说 中国大陆现存活的艾滋病感染者 还有病人有近50万人 性传播是主因 这个数字远低于中共之前已经公布的资料 那么关注中国大陆艾滋病的民间人士 则估计认为 中国大陆艾滋病受害人应该是在1000万以上 血浆经济是艾滋病爆发的首获 日前中共国家卫生 继生委副主任王国强声称 中国大陆自1985年发现第一例艾滋病病人以来 截至今年10月底 报告现存活的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 已达49.7万例 死亡15.4万例 魏纪委还统计说 2013年艾滋病发病数为4.2万人 死亡为1.1万人 2014年1月至10月 艾滋病发病数达到3.7万人 死亡数达到9746人 其实早在2002年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处的统计报告显示 在2001年底 中国大陆感染艾滋病的人数 大约在80到150万人之间 当年 时任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副会长戴志成公布说 大陆艾滋病实际感染者已达104万 其中已经约有20万人死亡 官方还说目前性传播成为艾滋病主要传播途径 而经静脉吸毒和经母婴传播降到了较低水准 当前居住在纽约有中国妨碍第一人之称的高药节 日前对美国之音表示 中国艾滋病受害人应在1000万以上 高药节指出 由于艾滋病潜伏期可长达10至15年 给了当局继续掩盖艾滋病毒血浆恶果带来了方便之急 他认为 整个中国的艾滋病主要是通过血浆经济传播的 血血 输血是感染艾滋病的重要途径 血货在大陆各省份普遍存在 责任都在地方政府 高药节是河南中医院退休教授 他在1996年 偶然接触到一位因输血感染艾滋病的妇女后 从此走上妨碍之路 10年间 他走访了100多个艾滋病村庄 见过数千名艾滋病人 自费引刷了上百万份妨碍资料 他还曾多次自费前往一些地下黑血站调查 九几年 那时候是90%的全部是书血感染的 现在来说感染的就是大学生小孩子嘛 母婴传播嘛 但是他们不承认嘛 就是把性传播吸毒 放在第一第二 河南艾滋病维权人士王秋云 从今年10月起被警方软禁在家中 禁止他对外揭露河南艾滋病大流行的真相 从事已干涸艾滋病维权工作的陆军 是北京公益机构艺人评中心的负责人 他表示 政府一直打压艾滋病维权人士和艾滋病公益组织 其实之前每当高耀节到农村探访艾滋病患者时 常常被地方政府以保护国家机密为借口驱逐他 他还多次被软禁家中 不让外界接触 高耀节的女儿也因母亲受到地方政府和工作单位的敌视和压制 最终失去工作 另一位同样热衷于妨碍工作的 是中共卫生部原中国健康教育研究所所长陈炳中 他在2013年初想拜访感染艾滋病毒并造成600村民死亡的艾滋病村时 就被4辆警车包围并截停 此后 陈炳中向中共政治局 人大 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 发出公开信呈 河南当局掩盖疫情导致至少30万人感染艾滋病 至少10万人死亡 河南产生了几百到上千个艾滋病村 几十万艾滋病感染者和死者家属因得不到国家赔偿 投诉无门 在死亡线上挣扎 今年9月 从事艾滋病防治和关怀活动的民间团体 北京艾滋型研究所发表声明 谴责河南省郑州公安部门招募和胁迫公益组织人士 担任县人的行为 抗议他们因为揭露河南血液污染 导致艾滋病流行 以及帮助受害病人维权 而受到河南省有关部门打压迫害 甚至被拘捕等 由此看来 大陆的艾滋病真相还远未解开 大陆的研究所发表声明